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再次重现了两千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而遭遇过的大瘟疫的犀利 订阅时超的声音 时超radio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性生命 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 这历史的事实和新闻的掌握 点击下面的连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你只要订阅石超声音 那石超每天所制作的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和无人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超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对石超的支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超聚焦 今天是三月二十号 我们昨天节目中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昨天是前天 三月十八号 时间是个神 很多朋友觉得 有点 给我的感觉有点不知可否 就是说 因为面对都是现实嘛 那很显然自己在 这种时间 生命的背景之下呢 我以为在很多朋友眼睛 失去了原来应该有的人的那种 对生命 对自我生命认知的更清晰的概念 所以有点不知可否 就是说 对你说的呢 听起来是那么回事 你要让我相信呢 又有点难度 就是说又有点难度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吧 这里他突然爆了一个消息 NBC的一个新闻记者 一个新闻人员 这个人因为死了 这个人死了 那他是做新闻的 这是美国商业电视台报的消息 这个是刚刚插进来的 所以就是 我个人以为今天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那这种关键的时间点就是说 我一再讲 只要时间的背景 大家承认时间是个神的话 人都在时间控制之下 对不对 生死 你的婚姻 你的身体的依靠 你的容貌的一切 反正都算成 大家都在时间的控制之下 谁也跑不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 大家要很坦然的面对这样的事情 人不能太自卑到 连这样的事情都不能接受的话 就有点不太那个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商业电视台 美国商业电视台的记者全都回家了 你现在看到这个人 通常这个时间 他应该是四个人到五个人 他主要的host 主播是三个人 然后呢 旁边有一些请来的客人 他们现在全走了 全回家 就是说 给我的 我知道他感受呢 主播室里面只有一个人 然后其他人在家连线 那人家大电视台 当然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 所以可以看到他 每个人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是 是家庭不一样 而你这些年轻的评论者呢 你可以能够感受到 美国生活的经 美国生活的那种 相对的不太容易 给我感觉相对的不太容易了 相对不太容易的意思就是 你能够看 这是个年轻人 他家里的背景的简单 就非 你可以看出来非常简单 但一些上了年龄的人 你可以看到他家里的布景 会相对会好一些 只能透视出美国经济的状况 就是美国社会当中 既包括个人的独立 也包括人们 绝非我们通常以为想象的那种 他的生活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这是他在讲述了今天的状况 那今天在这个 股票本身上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说显示出整个全球的投资的环境 大家信心不足 他早晨没开盘的时候 道琼斯已经回弹到两五百多点 百分之二点 结果你现在看到的 他几乎快给跌破了 那现在又回来一点 又回来七十二 五百多跟七十二是不成比的 就是说在美国社会 今天的美国的案情 已经突破了一万五十一万八 我们可以一会儿看一下 然后他的死亡人数突破了两百 他的扩展的速度太快 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恐慌 我刚才拍完近日点击呢 我就去我当地Costco去看 去加汽油 现在车加油没人排队了 便宜的一塌糊涂了 这个结果外头进超市的人 那是我拍的节目都早嘛 九点多我就过去了 Costco通常是上午十点二十才开门 结果不到十点 那是九点四十五大概 外头拍满了 这个就是这种恐慌的心态 我刚才讲的意思呢 就是说人们在过去的时间里 特别现在社会的人在经历这个这种灾难的时候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很需要是一种生命上的认知 没有生命上的认知呢 人们的恐慌是显然一见的 而且他恐慌源自于不知如何是好 那不知如何是好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通告就说 他说他劝告所有美国人回到美国去 如果你还留在国外 你要知道 没人知道这个疫情会延续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我的体会就是说 你可以讲是美国政府的推卸责任 但是人家也是负责任的 就是那到处你要一定 各个国家都封锁的话 你一定让我美国政府去救你去 对到爪哇岛去救你去 这事美国政府他就觉得可能会做不了了 加拿大政府给在海外面的加拿大人 大概一个成年人大概五千加币 来协助你回到加拿大 所以基本是这样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政府的一个行为 所以来显现出他的严重性 那他的严重性在北美还没有发展到极端的状况 可是呢 那为什么他去准备呢 这不同样是时间是个神的表达吗 在他们的预示中 在他们能够理解的概念中 大爆发就在眼前 但需要时间 那大爆发就在眼前 如果他能测定出一个大致的时间 无论他是模式也好 怎么样也好 他只不过去揣摩早已存在的那么一份定书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道琼斯 Give up 就是失去了星期五的他的盈利 就是我刚才讲的 大概这一个星期下跌了13% 这是这个纽约州的州长 纽约州州长说 应该都在家工作 不要再出来了 这是他最新的发表的演讲 我们看一下这个更新的数字 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 每年交税的时间是deadline 大概是这个月底 是下个月底 所以他往后推迟了 这是讲述一个大概的状况了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数字 全球感染人数 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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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美国出现了一个很 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储蓄大额提款 储户大额提款 美国部分银行出现了现金短缺 类似挤兑了 那这个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美国多家银行跟信用社的分支机构 发生现金短缺 那已经被挤兑了 监管部门提出警告 说这样做等于把自己的钱 至于风险之中 为什么这么说 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 但是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高管说 各地发生了数十起 主要在西雅图跟纽约的 这个富裕地区 在灾难的时候 只有富裕地区手里面有现金 那在这一次的灾难中 就现在还在过程中 最大特点 人们并没有去推高美金的 这个期货的价值 对不起 没有推高黄金的期货价值 就是说 人们并没有像原来疯狂购买黄金 人们却疯狂地购买美元 从来没有过 我印象中跟他的金融概念当中 也想象不出来 那人们去买美元 所以现在在整个金融的风暴中 美国股市暴跌 美元暴涨 澳元都到了五毛钱 五毛几 五毛二十五毛三 那就太低了 那欧元呢 美元都快跟欧元快怼成一比一了 加拿大元跌到了六毛八 六毛八大概一点四八 甚至到一点五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的 就推到了这个水平 而美国在星期日上 五天前刚刚降息 把利息给降没了 降成零了 他的美元还涨 说明全世界的人 对川普抱有相当大的信息 那在整个金融的投资行业来讲 人们对美国本身的国体 国家抱有绝对的信心 才出现这种情况 但美国社会本身 西雅图纽约这些富裕区 他们手里有现金 那人们才看到他大笔的提取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跟股市的状况类似 为什么出现股市顶不上去 人们在拼命的拿现金出来 什么都不相信 只相信现金 这是一种恐慌的场面了 高达十万美元 他说这似乎受到这次 瘟疫的影响 他说一位在本周早些时候 一个一对老夫妇 一次拿走了二十五万 那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了 在银行你可以自由提取 但是当然他太大的额度 一般银行不愿意 他会有一些干预的手段 迫不得以化要你提前预约啊什么 但是钱你会自由地拿走 那银行跟监管部门 这里他对美国人来讲 大额提取现金几万美金就算大额提取了 四五万美金就算很大额的提取 因为对于太多的美国人来讲 根本没有现金的 你看到现在的状况呢 在美国加拿大 政府都出台相应的财政援助政策 其中一个巨大的援助政策 就是要求各商业银行 暂缓减半 就是有关 mortgage 这个房屋贷款 那几乎人们的三分之一的收入 甚至更高 都放在房屋贷款里面 按照法律规定 大概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你付不上的话 房子就被没收了 所以他在尽最大可能去阻止房市崩溃 房市崩溃呢 那就带来的影响就会更普遍了 因为每个人都要住房子 可不是每个人都在玩股票 所以这是他们很惧怕出现的一个场面 但是呢 特别是加拿大的房屋市场呢 太过去的十几年里太火爆了 所以那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潜在 难以难以言表的一种风险 我昨天已经听说 有些人要买房子 但面对这种疫情呢 就在加拿大多伦多不买了 甚至呢 交了订金的人 订金不要了 就是交了押金 押金不要了 几千呢 一万两万不要了 就是退出了 因为他按照法律规定的话 他就得给人家 得完成 完成这个 买卖的这种手续嘛 结果他都扔掉 那监管部门说 大量现金放在家里铺陀 火灾洪水就会丢了 那就会 而且可能会被盗 而银行跟信用社的存户呢 都是有联邦保险的 联邦保险最高可以高达25万美元 各个国家不一样 就是说 如果 什么意思 如果你存在这家银行了 这家银行倒闭了 你存了 你存了 只要 你存了25万 那联邦保险就是政府会保给你这25万 起码你本金不损 说我有30万 那对不起 只保你25万 那5万就扔了 各国家不一样 西北信用合作的主席兼执行长 与其把钱放在口袋里 不如存在金融机构会更安全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星期三新闻稿 提醒大家 从1933年到现在 由联邦 存款保险公司提供的存款 没有让储户损失一分钱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举动 因为当都把钱取回家的时候 那对 这就是挤兑了 那就容易 这就会容易出现 金融风暴 甚至这个大萧条 1933年 正是那个大萧条的年代 抢劫你比抢银行要容易得多 所以放在银行要保险 那些担心染病的人 说纸币是更脏的 科罗拉多州的银行家协会 星期三 事情都出现在这个星期的前两天 现今存在银行 是抵御病毒的谨慎之举 一张亿美元的钞票 可以容纳三千种不同的细菌 已经有超过一千次的换手次数 那你听起来当然可怕了 所以这是这个行业当中 人们区域劝阻的 但是对一些有钱的人 那他担惊手怕 这个我觉得也蛮正常的 储户不会有无法提取的威胁 尽管只需要几次大笔提款 就能耗尽许多 征等银行的这个金库中的现金 但大量现金可以供公众流通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惧怕挤兑 所以才出现这种状况 才出现这种警告 但显然美国社会间呢 就出现这种现象啊 挤兑的现象 联储紧急计划发言说 我们没有遇到过现金需求 明显飙升的情况 满足也没有任何的困难 银行预留储备金 满足提款需求 大部分都在 大部分将储备金留在了这个联邦 地区联邦银行里面 金库中保留足够 因为那你小银行当然也怕被抢劫 这是一个这是看到的现象了 客户要提取更多的钱 银行可以从他们在地区 联邦储备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 到了3月11号 美国所有银行金库中的现金额度 760亿美元 760亿美元 我也没说太多概念说 他到底能应对多少 美国人有3亿多 如果有3亿多 760亿美元的话 平均每个人取几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就给搞定 当然这是笑话 但这是一个征兆 这是一个对很多朋友 你能理解到这一次大瘟疫的严重程度 跟给人们带来的恐慌程度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